大家好 謝謝 很久沒拍次了啦 你講很久沒拍次了 我才想到我們過年那時候才拍一次 不對捏 那我們今天是買 畫師傅 豬肉水餃 那這是在Casco買的 其實它的評價有兩極 它有分好吃跟不好吃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極端就是 雞尾不好吃 那我想說今天就來試試 那我們今天除了水餃以外 我們還計時一個問題叫做 酸辣湯的建議 對 那我們等一下一臂處理 好 我們直接 帶去廚房 go go 水餃一開始總是要先開火的嘛 對 所以我們要先開火拉滾 那我們旁邊這鍋酸辣湯已經煮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開始放著 那 放著幹嘛 放著幹嘛 等第二包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我們的 食材 食材嗎 對 這個畫師傅齁 看到嗎 它就是這麼小 好小喔 它這一包這樣裡面有90顆 然後還有兩包 一包90顆不是一包50顆嗎 沒有啊 我們剛剛看到外面寫一包50顆 90粒 兩包 啊 所以這一包是45顆 然後它非常的小 我覺得這個比一般的水餃店還小 嗯 你不覺得嗎 有啊 賺它很便宜啊 賺它才200多塊 是啊 對 那為什麼沒有買韭菜的 沒有 最後找到煮了 好啦那我們就是等它滾 滾了之後我們就可以下水餃了 好大師 我們的水餃要怎麼煮呢 水餃要怎麼煮 首先你要拿一把刀 好 然後 把它畫一個缺口 畫一個缺口 沒錯 對 然後這個缺口 我就發現有 很多水餃在裡面 公殺小 然後呢 你就要把水餃一顆一顆的給它丟進去 然後 然後因為我的水餃沒有碎冰 你拿出來是這樣 這你再一顆一顆的 水餃的秘訣是什麼 浮了就可以了 真的嗎 沒有啦要透啦 要透 就是因為它是麵粉嘛 它是麵粉的皮 那你水餃要要等它比較透 海白白的就不行 對要比較透 你如果沒有透 你吃進去老塞 好啦那就是等它滾 然後適時的給它攪一攪 不然它要幹嘛 了解 好 那我們的那個水餃已經滾了嗎 那我們現在轉個小火 現在 我們的湯寶雞湯塊已經回來了 雞湯塊 再一包 沒錯 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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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都還沒開在那邊 你 要不要加醬油 加 要不要加米酒 等爆 阿啾 好啦 好 我們已經煮完了喔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戰機 蘇拉香 滾千元的 剛剛是有那個 夜月認證的 是有味道的 不是少 少了一些點東西啊 對啊 不正 大概用我們水餃 然後加點醬油 對 本來想說切個蒜還是辣椒 就不然你家裡用完了 然後再來幾顆 雙湯餃 先吃個 原味嗎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 我有聽一點 他們說不好吃的原因是什麼 它的含量度太低了 嗯 比較小 太小了 然後那個料太少 它的料 它的皮比較厚 嗯 然後可以這樣很Q 嗯 肉汁那些都很足夠 不過 一下子就這樣 它整個包的肉 太少 太少 所以它那個湯汁沒有鎖在裡面 對 那第二支 醬油 第二口醬油 它加醬油之後變成說 它肉汁的香味都不見 就變成說肉汁加上醬油 嗯 就一道醬汁 但是肉的風味就沒有 對 肉的風味就沒有 好 再來是沙拉湯餃子 對 肉 對啊 喔 可以 真的嗎 可以 嗯 喔 嗯 它湯餃配上 那個酸油湯 它那個 把它更提味 像是說我們 湯只是用 湯煲的那個 這個配 弄出來的 就是 方便嘛 方便 但是它的味道真的變成說 湯的味道把那個 水餃包覆住 對 變成說有兩種味道 就是 你不會像說 單吃 水餃的時候 只有肉的味道 你會有 酸辣湯的味道 然後 雖然肉沒了 但是你整個嘴巴都還是酸辣湯 有點水餃 有種 層次感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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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錯 如果 如果 配湯的話 我覺得不錯 算是一個還算很正常的作品 嗯 好 那我們今天這樣吃起來 我覺得沒有像網路上講的 那麼誇張 對 就是 葉湯的優點的話 第一個優點就是 它的肉其實 算是不錯的肉 就是味道很香 對 然後 第二點就是它的 水餃面其實沒有肉吃過 對 好 第三點就是它的皮 Q Q 對 那它的缺點就是說 因為它的 餡料太少 所以它沒辦法把它的肉質鎖 對對對 這是它的缺點 嗯 那其實 除了這個 還有別的缺點 就是像說 它太小 就是這麼小一顆 對 像這樣而已 這種 這麼小的話 我覺得 跟外面的 水餃店那些比起來 真的是相差甚遠 因為它很小 可是 小然後你的那種 肉的飽和量也夠 對 因為說它得去搭配說 醬油啊 或者是說 醬膏啊 或者是說 像我們的煮沙拉糖 煮沙拉糖 它才會有說 其他的誤導在這樣 回頭率 主要的回頭率就是 熊 所以我覺得CP值算不錯了 對 很不錯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可以點贊我的Facebook的文字團 跟開啟小鈴鐺 好 好 好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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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